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瑞经典 波瑞经典在我们汉译的系统里面 非常流行的就是心经跟金刚经 这两部流行的非常的广泛 但是真正理解的人并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是不是充满了否定式的符号 其实是这个部分在困难 我们说好像每个字都很懂 但是连合起来都不懂 主要就是因为它充满了什么 否定式的符号 尤其短短的心经两百六十几个字 里头充满了无 无眼耳鼻舌水 无色身相畏触发 而且讲到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不增不减 对不对 不 那这些不无 还有空 还有非 最累的呢 都是否定式的符号 其实呢 这个也会是我们佛法当中的一个难题 这个呢 必须要正确的认知 那么让我们放下很多什么情职 我们的情职呢 也就是我们有情众生的执着 尤其在情世上的执着 往往在什么现象上 在现象上 所以呢 我们说佛陀说法 大概呢 告诉我们所谓的法相跟什么 法性两大部分 我们说学佛学佛 其实是学佛陀教导我们法 什么叫做法呢 它是一种真理法则 真理法则 比较深切的呢 是属于法性的部分 那么比较表浅的 我们所认知的 在我们的生活经验里面呢 比较在什么 法相上 在法相上 我们会认为它是存在的 而且呢 我们容易去执着 那一旦执着呢 就会容易起什么 无名烦恼痛苦 乃至轮回生死而不已 那么如何的能够透过 否定式的符号 其实呢 也是让我们思想上 有所什么革新 能够怎样跳脱出来 常讲说 佛教 有供所有宗教的地方 属于信仰的成分 是不是供所有宗教啊 没有信仰 其实不明为宗教 那么还有呢 属于爱心啊 慈悲啊 这些是不是也都是 供所有的宗教啊 都在启发我们的善心善念 那么唯有佛教 不共于其他宗教 最大的不同 在哪里啊 在智慧上 佛教的智慧 佛陀的智慧 提供我们从世间法 有机会怎样跳脱出来 那么也表示 从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里头 我们如何能够跳开来鸟看 乃至还有机会呢 跳脱这种生死的束缚 这个才是佛教 不同于其他宗教的部分 所以呢 波瑞 波瑞呢 他专门透过法性空慧 所以这里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 这个佛定式的符号 空 空这个字 也就是所谓的波瑞呢 他其实是透过法性而展现出来的什么 智慧 叫做法性空慧 叫做法性空慧 那么透过法性空慧 让我们有机会怎样跳脱出来 个人生死的解脱 其实就是要透过法性空慧 所以波瑞他本身属于三圣共法 也就是身闻 圆绝乃至于菩萨 那么可以透过波瑞而跳脱出来 但是呢 波瑞不仅提供了跳脱出来的这份智慧 更可贵的其实他提供了菩萨道 提供了菩萨道最重要的资料 那么也就是说 菩萨道我们说要透过什么六度万恨 但是呢 五度如芒 波瑞为道 五度呢 其实需要什么 需要波瑞来做引导的 所以如何的布施 如何的持戒 如何的忍辱 如何的禅定 还是如何的精进 他是不是都要透过波瑞啊 透过波瑞 那这种透过波瑞呢 也就是要透过法性的这种升官才可能的 波瑞 所以呢 我们今天所要用的是妙云集里面的波瑞经讲记 那么我们可能就等于是把心经买至 就说我们主要讲的是金刚经 但是会附带提到的是心经的部分 因为他的这个思想是贯通的 思想是贯通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请各位先翻开第152页 152页 波瑞波罗蜜 波瑞 那么 透过波瑞呢 来让我们有机会波罗蜜 从此案到达彼岸 从有苦恶的此案到达无苦恶的彼岸 从有生死的此案到达什么 无生死的彼岸 从有烦恼痛苦的此案到达无痛苦烦恼的彼岸 从有生死的彼岸 此案到达什么 涅槃的彼岸 那么其实都是要透过什么 波瑞 透过波瑞 所以在这个六度万恨当中 那么在153页也讲到五度如芒 有没有 波瑞为达 波瑞为达 所以呢 波瑞它是一种智慧 那智慧呢 它是一个领导者 是一个领导者 那么也等于说它像眼目一般 帮助我们看清楚前面的路途 所以它呢 是必须要跟布施 持戒 忍入精进 禅定 持戒 这些呢 能够搭配起来 所以才能够让我们在修行上呢 不至于发生什么 错误 也就等于说我们的持戒 如果错误 纵然我们在布施 持戒 忍入精进 禅定 是不是都有错误的机会啊 那就太可惜了 所以呢 佛法 那么是佛教非常重智慧的争议 也就是透过智慧 透过波瑞智慧呢 那么引导我们正确的修行 所以呢 在倒数第三行这里 也可以看到 倒数第五行 波瑞会呢 跟世间的知识是不一样的 那么波瑞会呢 是从深刻的体验真理所得到的 所以呢 所谓的波瑞在提供我们真理法则 真理法则 那么就如同释迦牟迪佛 他是在菩提树下 因为体验的真理的智慧 而成佛 那么何谓真理呢 他不受时间不受空间的束缚跟限制 才叫做真理 对不对 不止现在 那么乃至于过去 甚至于未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虽然我们的色身寿命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的法身会命 可以无限的延续 也因为寻找什么 真理法则 而且不止这个世界 真理如此 其他的世界 是不是真理还是如此啊 他不受到空间的什么束缚 所以呢 那真理法则 让我们看清楚 这个宇宙人生间的变化的现象 那么也因为看清楚了 我们才不至于迷茫在这当中 迷糊在这里头 所以我们说 佛法提供我们觉悟 佛陀 他也是透过什么 自觉 觉他到 觉醒圆满嘛 所以佛陀呢 透过 这个真理法则 来教导我们凡夫众生 如何的来修行 那么 我们之所以沦为凡夫众生 也因为我们不懂真理法则的缘故啊 所以我们会迷惑 所以我们等于说 要理解佛陀所教导我们 宇宙人生间的真理法则 也就是波瑞的智慧 讲到最深层的这个部分 讲到最最至深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要透过什么 法性空会的理解 所以呢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去体验真理的智慧 但是我们要先知道 真理法则 对不对 要先知道那个 那个途径 路径 那么我们照着这个途径走 终有一天呢 能够见到了什么 真理的现象 真理的现象 所以呢 我们也要依止着佛陀的经教指示啊 引经据典的 而且要正确的认知 那么 所以也是透过什么 听闻佛法 那么思维观察 起深信节 有没有 那么也等于说 因为我们从听闻里头 说实在呢 那个深度还是有限的 但是它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 杀则 之后呢 要去深思 要去思维观察 思维观察 也就是要去透视 虽然我们在这个生活经验里头 往往都在现象上 我们是不是经常被这些现象搞得迷迷糊糊的 而且我们很容易去怎样去着相 而起烦恼 所以呢 透过 深 深的信节呢 为什么要起深的信节 是希望我们能够延续我们的法生会命啊 没有深的信节的话呢 不是只有我们这辈子学学就算了 我们也会希望把这样子的法生会命 是不是要延续到下一辈子去啊 而且不只到下一辈子 还希望能够怎样 生生世世 那这些就必须要有非常深切的信节才可能的 好 所以呢 这些呢 都得要根据佛法来 所以呢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都有这一辈子的深德会 会有所谓深德会 就是这一辈子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呢 说实在呢 是不完全一样的 但是如何的来解脱 这个解决这种痛苦的泉源来讲的话呢 那这个是要透过什么修行的 是要透过修行 所以在一百五十四页这里 可以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 就是说 佛法 那么教我们要怎样多文熏习啊 多文熏习 那么因为听闻日久之后呢 就会解法治身 因为理解佛法 智慧自然会怎样产生 会开启我们的智慧 那这个都还属于什么 文所成会啊 都还是属于文所成会 但是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因为透过文会之后呢 在自己的心中去 详审观察 这等于要去深思熟虑 要去思维 所以不只是文所成会 还要怎样思所成会 而且这种思所成会 都还要透过有系统 有条理的深一层的什么 认识 必须有系统有条理 为什么要有系统有条理呢 就等于说 提供我们随时都有 都有理可循 要有理可循啊 因为所谓的道理呢 是随时我们如果 善根因缘够的话 我们都还能够有所根据 而不是情绪化的 那么这种系统调理 这个就要靠自己 要去下功夫 要不让这样子的 从听闻来的佛法 能够怎样 能够听到我们的内心深处 这个是要经过调理 这种调理呢 是因为我们想通了 思维的非常的细 深信不疑 那么这样子的种子 才能够种的深呢 这是一种深一层的认识 而且将这种深刻的 体悟跟理解呢 变成指导我们行为 而体验于什么 寻常的日常生活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也就叫做什么 思索成慧 是经过一番的抉择 审慮 思辨 那么这个部分呢 就已经慢慢的 不仅在我们的生活经验 还能够有机会 深入到比较深细的部分 深细的部分 所以我常讲说 其实我们的生活经验来讲的话 起起伏伏 躁动不安 就如同大海的表面 大海的表面 是不是随时都波涛汹涌的 日夜不舍 但是当我们能够慢慢的 深入佛法的大海 要去深入佛法的大海 我们会发现里头越来越怎样 是不是越来越激进啊 越来越平静 上面刮风下雨 但是里头是激进的 如果我们不懂这些 其实我们一直在什么 大海的表面浮浮沉沉 然后迷失方向 那这个也在六道里头 也唯有人道有机会 天道呢 那么他福报太大 不容易去体会道 生死的苦迫性不够 三恶道的众生呢 他们又苦到怎样呢 无瑕 也没有那个智慧呢 去体会这个部分 所以唯有人道 唯有人道呢 是最有机会的 所以呢 唯有人道能够透过 闻所成会到什么 思所成会 到思所成会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变成是 我们的人生观 把这样子的思想理念 有系统 有组织 有条理的 调成我们的什么 人生观 来看待人生 所以透过思所成会之后呢 那么还要再修什么 禅定 因为在禅定当中 可以更深细 审观 审细的来观察宇宙人生的 什么真理法则 所以波瑞专门在讲真理法则 就也就所谓的 修所成会 那么就等于 不仅跟生活上的息息相关 而且可以深到什么 生命的层次 要到生命的层次 那么就需要有什么 修所成会 是要理外一致的 如是的思考 如是的去行持 用意业来领导我们的什么 生业跟口业 而且呢 点点滴滴 这个起心动念 我们是不是也都会 种到我们的第八阿拉野市里头 去储存这些善根 福德因缘 智慧种子 所以呢 在不断的去深入 那么 时常的能够来学习 来修行 学习的话呢 那么波瑞智慧呢 就有机会 这个启发 所以我们说 所谓的波瑞智慧呢 它是深层的 它是属于法性的部分 而不是只有我们生活经验的什么 法相的部分 所以呢 以智慧来说的话 大概也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一个叫做世俗智 世俗智 所谓的世俗智呢 比方哲学 科学 乃至于艺术 这个 那个文学 这些呢 都属于什么 世俗的 世俗的智慧 也就是都可以提出一套的看法 但是呢 所谓的世俗智慧 就是当我们有这口气在的话 还有得用啊 对不对 当我们面临生死的问题 究竟怎么样去处理生死的问题 那就不见得是 世俗智能够怎样提供的 我们也曾经碰过 非常有 这个 学历非常的高 社会的成就非常的大 但是呢 对他自己的父母 这种这个面临这种临终的问题 他却是茫然不知所措 不知道身为儿女 如何的为父母来尽这份孝道 如何的来协助父母 走人生的最后这个阶段 不仅是最后这个阶段 而是怎样 当这个断气之后 到底生 这个往 就是往哪里去 如何的对父母 有一个更大的帮助 说实在 这个都不是世俗的智慧 能够提供的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其实往往 就要从什么 佛法 佛法呢 它不只讲的是世俗的智慧 其实呢 还提供了所谓的什么 圣意志 圣意志 那么也就是说 如何的跳开来 鸟看人生 透过真理法则 所形成的呢 叫做圣意志 我们反而讲说 如果我们在 这个我们去登山 去登一些非常高的 这些名山来说的话呢 很容易怎样 迷失在当中 当我们迷失在 在山里头的时候呢 我们在呼救 那么如果有幸 这个还有因缘福报 有人来搭救的时候 如何搭救啊 是不是搭个直升机来看啊 当我们搭个直升机看的时候 是不是就非常清楚啊 但是我们如果 没有机会跳开来看的时候 我们在山难当中啊 在山里头迷失的 是不是非常的着急啊 不知道要往哪里去 才走得出去 但是如果有机会 搭直升机看 是不是就非常清楚 你只要往哪里往哪里 就出去了嘛 往往我们其实没有 鸟看的能力 才容易怎样 发生山难嘛 在人生的过程中 也是这样啊 我们每天都忙在什么 生活里头 我们常常讲说 世间的智慧 所谓的俗世俗智 俗智俗智 来说的话 是可以提供 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 生活品质 但是如果这口气 不来的时候呢 却不是世俗的智慧 能够解决 所以呢这个就要透过什么 圣意志 所谓的圣意志呢 也就是有鸟看人生的能力 鸟看人生的能力 所以我们说要如何能够鸟看 它是不是要脱落掉一些执着 才有机会登高 也才有机会登高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什么 特殊的智慧 特殊的智慧 不是在生死当中 有生之年的这一段 所以以佛法来讲的话呢 那么在154月最后一行 这里就讲到 佛法就是以波瑞智 从根本上来解除我们人们的苦痛 有没有 因为我们人们的苦痛 来自于我们在有生之年里面的着象 所以引起的什么 无名烦恼痛苦 所以引发的无名烦恼痛苦 乃至轮回生死不已 所以波瑞智呢 其实波瑞智慧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跳开来 跳开世俗的这种限制 但是呢 我们说这种圣意智 其实它的基础还是在世俗智上面 所以有一句话说 不依世俗地 不理解什么 圣意地 佛法 佛陀呢 那么所教导我们的 是非常落实在世俗智上 世俗地上 因为在世俗地里头 我们做人处事要能够 能够融 能够跟大众融合在一起 才有机会再往上提升 那么这种提升呢 也就是波瑞的智慧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圣意智 所以呢 在 一百五十五页第二行 这里也可以谈到 就像佛 菩萨 罗汉 都有这样子的智慧 也就是超凡 入圣者 这个 十法界 我们发了一张表 叫做什么 十法界的表 我们大概稍微看一下 所谓十法界 那么 包括了什么 四圣跟六凡 四圣跟六凡 那这四圣来说的话 跟六凡之间 他是有一个 跳脱的机会 那他这种跳脱的机会 其实一定要透过什么 透过圣身的空意 也就是波瑞里面讲的 缘起信空的空意 信空的观念 才有机会跳脱出来 所以一旦能够跳脱出来 那么一定要透过什么 身文 圆觉 跟菩萨道 到圆满 而怎样 而成佛 到圆满 而成佛 所以这里也讲到说 那么会有所谓的小圣跟大圣 有没有 所谓的小圣 是不是就是以自我为主 自我了脱 只要我有智慧 我自己就可以了脱 透过听闻佛法 那么如果万一 生在没有佛法的时代里面 的世界里头呢 也因为有素质累积的上跟福的因缘 那么 就等于是觉悟了什么 因缘法 所以所谓的圆觉 所谓的圆觉 你看也是什么 因缘法的觉悟 是因缘法的觉悟 所以我们说 这种跳脱出来的智慧里头 最可贵的就是什么 就是因缘法 我们要亲闻佛法 那么也是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什么 就是因缘法 就是因缘法 那么如果生在没有佛法 万一生在没有佛法的地方 我们起码还累积了 善跟福的因缘 智慧之良的话 那么直接从因缘法的觉悟 也可以跳脱出来 也可以跳脱出来 不过这个都还属于什么 心量比较小 以个人为主的 所以圆觉又属于什么 独觉 但是以佛菩萨来说的话 行菩萨道 他是不是就是心量大的 体会到说 这样子是可以自我了脱 那么以菩萨道 不忍心自己了脱 而希望帮助众生 来怎样 来了脱 所以我们155页第二行也讲了 佛菩萨的心量大 他智慧也大 是可以扩大的 小小的智慧 帮助自我的了脱 大大的智慧 是会协助更多众生的了脱 所以呢 以菩萨道 他是需要透过 卑制双运的 所以需要透过 骗学一切法 之所以要骗学一切法 其实也为众生来学 如果不理解众生 无法为广大的众生来服务 其实也不明为菩萨 也不明为菩萨 所以菩萨 他虽然要骗学一切法 但是也要有特殊的智慧 也要有特殊的智慧 也就是什么 圣意志的这个部分 要能够对真理法则 有很深切的理解 能够 能够很客观的来看待世间法 而不是个人的看法而已 那么所学的这个圣意志来讲的话 那么其实也就是所谓的菩萨 菩萨呢 他提供了圣意志 一个很重要的权源 那么透过圣意志 我们可以很清楚 世俗 世间的智慧上面 其实是有错误的 我们的错误往往来自于 我们的什么 自信妄知 自信妄知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需要去怎样 去检除的 所以 他透过容设 而且要贯穿 使我们的世俗智慧 也成为什么圆满而合理的 的智慧 那这些也都是从什么 从菩萨制里头 所引发出来的方便智 所以呢 菩萨 透过六度万恨 但是呢 以什么 以菩萨为道 因为这五度如莽 所以 也透过菩萨制呢 才能够自在而无碍 才能够 懂得如何 来横顺众生 行菩萨 因为透过信空 他本身的染灼性小 比较不会去着相 能够怎样出乎你而不染 其实也是 菩萨信空 他所提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全员 所以修学佛法来讲的话 那么也应该要对佛法 尤其是最重要的这种特殊智慧 那么要智力以求 所以这种特殊智慧就是什么 就是菩萨智慧 就是所谓的菩萨智慧 那菩萨他算是什么 最高的智慧 155月最后一段 以菩萨来讲的话 算是最高的智慧 而且他的内容是怎样 深细难了 有没有 寄生且细 这个就不是我们的生活经验 我们的生活经验 是不是比较在现象上 怎么想 我们都会想在现象上 为什么 因为我们善用我们的眼耳鼻舌生意 我们是不是非常善用这些 我们善用我们的眼视的时候 就会对我们 对什么 色相执着 对吧 当我们善用我们的耳视的时候 是不是会对生相去执着 当我们用什么 比喻视我们会对什么 相相起执着 当我们熟悉用我们的舌相的时候 舌视的时候 是不是对我们的胃相会执着 很多美食主义者 要吃尽山珍海味 这是不是也是现象上的 相的执着 胃相上的执着 乃至我们的这个皮肤 促相 我们的身 身世 我们的身世 是不是对促相也会起执着 衣料 冷热 这些呢 乃至于这个推拿按摩都是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促相 甚至我们有思考的能力 那么是不是也起种种的法相 因为我们善用我们的六根 那么也跟外境 这些现象怎样去相处 所以我们呢 就不断的起了什么 眼耳鼻舌 身意 事上面的什么 执着 因为怎样 做外相 做外相 所以我们习惯上呢 其实是对向上的执着 对向上的执着 一旦对向上的执着的时候呢 那么也会是我们 这个 痛苦烦恼的根源 但是我们要知道 所谓的相 它本身 其实只是表象的部分而已 我们认识一个人 往往我们只有看到他的表象 要认识到一个人 要能够深切的认识他 是不是要有很多因缘条件 对不对 包括他的个性 包括他的身世背景 这些是不是都是 更深的去理解一个人 并不只有理解外相而已 属于比较深细的部分 那么Burl 专门帮助我们去理解 等于跳出现象上的执着 跳出现象上的执着 而用比较更深细的 因缘法来理解 所以呢 这里也可以看到说 在我们的155页嘛 说波瑞 倒数第四行 就讲 波瑞他的这种最高智慧 才能够亲证宇宙人生的什么 根本真理 要理解宇宙人生的根本真理的话 其实是要透过波瑞 透过波瑞远起信空 深入法性 所以这也讲到说 所谓的真理是什么呢 真理 真理不是离开这个世俗的世界 另外有一个真理存在的地方 不是 而是呢 在世俗的生活当中 的这个深度里头 是不是自然就有所谓的真理法则 就很像什么农场讲说 如果我们看篮球比赛 是不是就看到现象 为什么会形成篮球比赛的现象 是不是它要具有什么 篮球比赛的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一定要清楚 篮球比赛是不是才看得清楚 才看得有意思 棒球比赛是不是有棒球比赛的游戏规则 它所形成出来是不是就不同的什么 棒球比赛的这个现象吗 那么我们人生 人生我们在生活的现象的当下 是不是也有人生的游戏规则啊 其实我们现在所要理解的真理 也就是宇宙人生间的什么 真理法则 如果我们理解了真理法则 是我们就能够看 看得清楚 看得透什么 宇宙人生间的什么 千变万化 顺习万变的现象 所以呢 这里讲到说 如果依一切 依佛法来讲 所有一切事物的存在 都是怎样 都不过只是 原因条件的什么 假和 把它怎样 结合在一起而已 形成出什么 现象来 那么也表示我们不管看到任何的现象 它是不是也必然有很多因缘条件的假和出来 你的手表 不知道有多少的因缘条件 假和出这手表的现象来 是不是 所以波瑞帮助我们去更深细的去理解 如何透过因缘 假和出这个现象了 所以我们说 所谓的现象它是透过什么 因缘和和而形成的 是透过因缘和和而形成 叫做原因条件的什么 假和 假和 为什么叫假和 一时的现象而已 它是聚合出来的现象 但我们说 这个现象聚合的 当下呢 其实是不是又含有离散的 的一个特质啊 所有的因缘和和的现象 就是说 要能够因缘和和才看到现象 但是这个现象 其实它又 倾向于什么 离散 就像我们这一期的生命 是不是也这样子啊 我们如何的去 因缘和和出我们这一辈子的生命体验 有没有过去的很多众园的和和啊 要跟父母结很深的缘 还包括兄弟姐妹结的缘 还包括亲戚朋友结的缘呢 是不是众园和和出来 还包括是这个大环境 跟这个大环境所结的缘 生长在不同的国度 是不是也有不同国度 大环境上的缘分啊 我们都同样生长在台湾 也有台湾的什么 共业啊 共享台湾的一切好 跟共享台湾的一切不好 是不是都要共同的来 去感受到 所以我们说没有共业 是不可能共住的 是不是 也必然是有共同的业力因缘 我们共同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头 这个是比较属于大家共有的部分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个人的因缘业力啊 每个人所结合出来的那个人际关系是不一样的 都有结合出来不同的因缘 但是我们说当我们出生的当下 我们是不是又开始步向死亡的路途啊 有生必有死 对不对 如果要去避免这种死亡 再度的死亡 那么就要无生才能够什么 无死 能够不生 才能够怎样不死 有生呢 就必然会有死 对不对 有生必然有灭 之所以呢 能够解脱是在怎样 灭了之后而不生 对不对 灭后可以不生 如何的不生 因为不执着 不执着才能够不生 唯有不执着才能够不生 一旦有执着我们是不是又 又结生下一期的生命 我们又会再去生下一期的生命 所以我们说 其实我们的人生的过程 也不过就是怎样 人生几十年之后圆灭了 圆灭呢 如果我们有幸还下辈子是个人的话 那大概中英级 大概大约了49天左右 就像我们说 同样是人 是不是有他怀孕期间的 那个大约的数字 跟狗怀孕的天数不同 跟牛 跟畜生的不一样 同样是人 那么一定要七八九个月以上 是不是 所以我们的中英期也是 大约49天左右 所以呢 我们是合着大概几十年 但是不尽然每个人都有几十年可活 是不是 以前常去长庚医院 也有很多婴儿就过世了 是不是有可能啊 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不有一句话说 棺材是装死而不是装老 不见得有机会老 但是大家都有机会死 是不是 所以呢 这种人生的问题 生死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 一旦原生之后不能避免的是人命 但是我们说透过佛法 透过伯瑞 透过真理法则的理解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样 因为不执着而不在身 那就是解脱道 那菩萨道呢 就是协助众生 能够理解什么叫做解脱道 协助众生 行解脱道 把真理法则普遍给更多的众生 所以呢 要透过行菩萨道而圆满成果 所以菩萨道透过生生世世 累生累世累劫这样子的累积呢 为什么这样的累积 其实都是在协助我们放下什么 执着 从菩萨道当中放下执着 那么也等于说我们要放到一个程度 我们才可能去行菩萨道 如果一个非常自私自利的人 一下子要学菩萨道是困难的 但是呢 也可以先学解脱道 也不见得不行 因为能不能解脱 能不能跳脱生命的这个束缚 其实是智慧 关键在智慧 关键在智慧 所以我们说能不能解脱它有个非常重要的质 质感的质啊 好的 这个质呢 其实是透过什么 透过信空的空意 乃至于呢 我们说在原始佛教 根本佛教 布派佛教这样一路下来 从欧函 经 原始圣典 乃至于布派的奥比达摩 乃至于到伯瑞经典 那么 所提供的呢 都是叫做什么 圣神的空意 所以圣神的空意 就是帮助我们如何从世俗地 世俗制而转成什么 圣意志 转为圣意志呢 就是希望能够协助我们 很清楚地鸟看我们人生 生死的这个过程 不只是人生了 所有友情众生都是如此的 如何的能够跳脱出来 那么往往其实还是透过 玻璃智慧 最核心最根本的 还是什么 玻璃智慧 所以呢 在我们156页 倒数第三行 这里可以看到说 唯有依于玻璃智慧 那么能够了达诸法的因果势力 才是正确的知见 对于因果势力 往往我们说 众生为果 菩萨为因 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呢 这个心很粗躁 我们着相呢 也着在粗躁的什么 表象上 当我们发现 业障现前 其实已经是果报 当我们发现 福报现前 是不是还是果报啊 那么就要往前去推 因为中了很多的恶因 那么集合起来 就形成什么 业障的果报 如果我们过去种了很多的善因 善因的结合 原生出我们的什么 福报 所以呢 学佛 行菩萨道 是不是就要往前去推啊 不是只有 灼在这个果相上 而应该要去推因啊 都在往前去 去寻找因 乃至于呢 缘才出现了果报 所以一旦果报的时候呢 已经是一种事项 现象 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现象 它是不是有变化的真理法则啊 一定有其游戏规则 才形成出这样的一些现象 所以呢 我们说 菩萨道 菩萨呢 帮助我们 从我们看到的果报 看到的事项 有机会再回 等于是往前去推 往前去寻找 什么是因 什么是利啊 因为透过我们知道 因人 果报 事项 真理 法则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有机会 做一些调整 因为我们现在所作所为 是不是又影响了未来 还会再去影响未来 所以呢 最高的智慧 就是要在因果现象的这些关系当中 深入的去体会 普遍而必然的什么 最高真理 有没有 所谓的最高真理法则 其实就是 是远起信空的 波瑞法则 远起信空的 波瑞法则 那么佛陀也是 体验了这个最高的真理法则呢 那么才成佛的 因为 佛陀的伟大 是不是也是 在于 他能够把真理 圆满的动达 完完全全 尽需空间 那种 对因缘的 那个平等性的 体验了 实践了 完全的周全 所以为什么 我们说成佛之后 他能够进去空间 其实就是 完全放下了什么 现象的执着 因为深入到什么 因缘 等于是 升官因缘法的 平等性 因为透过 升官因缘法的平等性 我们再一次的 执着的那个力量 会越来越 越小 越不再去升的时候 我们就 比较不会去体验到什么 灭的苦 是不是 越来越能放下 的缘故 才可能 尽需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所谓的 宇宙人生的真理 佛陀说呢 有三个 三法印 对不对 所谓的三法印的这个印呢 它是一种硬件 比方我们常讲说 当我们要买卖不动产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硬件 硬件证明 为什么需要硬件证明 就是要确实是你个人的 因为所谓硬件证明是不能代为 就算要代为申请 是不是都还要用 对自己的那个身份证啊 种种去申请 所以它等于是一种硬件的意思 等于说 要合乎三法印 那么才是佛陀所要说的法 所以呢 透过诸行无常 所以三法印往往从什么 诸行无常说起嘛 诸行无常 因为所有的一切事事物 是不是都在因果法则下 不断的牵流变化 不断的在变化 其中没有什么永远不变的东西哦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想象 也就是所有的一切因缘 不断的在变化 不断的在怎样 原生原灭 原生原灭 而形成说 形成出什么 无常的现象 表示 所有一切因缘法 是不是没有不变的因缘呢 没有不变的 那么这个也比较在什么 整个重的时间的 这个牵流变化里头来看待 所以这里讲到 诸行无常的真理 是从重的时间来看待 因为透过时间 是不是一直在变化当中啊 好不容易原生 透过时间 是不是一直在原灭当中 会不断的原灭 好 所以呢会形成所谓 诸行无常的什么现象 好 这个比较从时间 所以我们说 时间来讲的话 它比较是纵轴的 因为从过去 现在 乃至于未来 都是如此的 好 那另外呢就是 诸法无我 诸法无我 那这里所谓的我 一旦有一个我的时候 这个我马上就会有一种什么 独立存在的 主宰的那种特性 我要如何 我认为怎么样 是不是那个我本身 会是比较一种强烈的那种 那种独立自主的那种特质 好 所以呢 这个我 其实也就是 说到最深细的 其实就是自信望着 是一种很深层的自信望着 以为诸法是有我的 以为 所以我们才会怎样起烦恼痛苦着相 那这个是不是就等于说 语法怎样不相应 一旦语法不相应的时候 我们就会怎样会轮回身 因为我们看不清楚事理真相 好 所以呢 这个我本身 从什么呢 在倒数第三行 所以就这样 所谓的诸法无我 其实是从横的空间里头来看 因为在 在当下 这个空间里头 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一个我啊 都有一个很强烈自主的一个我 会觉得我是独立存在的一个我 很自以为是的这个我 那 我们说佛陀那个时代 有很多的外道 是不是 大家都提出这个我到底 因为这个我一直在生死流转当中 如何能够跳脱出来 很多外道都提出有真我放我神我大我不管什么我都是怎样都是有我 只有佛陀提出无我才是解脱之道 其实唯有无我才是什么解脱之道 为什么说无我呢 其实也是圣身的空意哦 圣身的空意也是从法性的这个角度来谈的 所以呢如果能够理解 是无我的才有机会怎样涅槃几经 放下自我的什么自信妄知才有机会涅槃几经 如果不懂的话我们就一直掉入什么 诸行无常的世间法里面 我们一直认为有我的话呢 是不是就一直在无常里头打转啊 在生死流里头打转啊 我有透过很深沉的知道自信妄知的错误 放下执着 那么才有机会涅槃几经 所以常讲说所谓的放下跟放弃是不同 放弃带着情绪化 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做做做做 觉得说无力感了 或者说我做不下去了我放弃 这是不是情绪的 所谓的放下它是透过法则的 透过理则的 所以佛陀教导我们的真理法则是帮助我们放下 帮助我们放下很正确的很理性的去思考我们所执着的那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是没意义的嘛 不是我们执着的来的啦 对吧 我们如果很理性的知道这些而说服自己怎样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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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有时候我们也会缓缓呢 有时候想通又会想不通 想不通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法则依然还存在啊 还可以用 如果情绪化的话那就不一定 因为起起伏伏啊 所有的情绪化是怎样 着相就情绪化 如果理解法性的时候就不会情绪化 随时都可用 随时都有真理法则来让我们怎样逐渐的放下 放下 放下什么呢 自信望止 放下自信望止 才能够怎样平静的了 所以所谓的真理的现象呢 也就是涅槃的现象 为什么涅槃是极尽 是因为他平等的人故 因为平等的人故 所以要引导在内心上的错误 在158月最后倒数第二行就想 我们内心上的错误要引导行为入于什么正轨 也就是真理法则 才能够达到涅槃其境的什么 境地 也等于是去触碰到了真理的现象 他是平等的 才平静下来 那么也才能够获得生死痛苦的什么 解脱 好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阿弥陀佛 人是大逻 评刺 没有 触碎 评刺 评刺 哦